公子美之愛情原事關 好 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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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k 剛剛說到去 我記得27歲姐姐 很正 27歲姐姐去到中間 銜接的時候 一刀也都拉起來 拉得快 接著呢?開始了,那怎麼辦呢? 對,接著就開始了 其實就... 原先我也是想著騎牛尾媽這樣的心態 玩一下跟她 但是慢慢開始發覺 她對我做很多事情 以前拍拖的那些女生不會這樣對我做 譬如很照顧我的日常生活 可能純粹她知道我喜歡做運動 可能買一些濕紙巾的東西 結果她不是又說到嗎? 這樣聽起來比較清楚 她還不是感情的形容 是買濕紙巾 你想想 她不是說... 她不是知道感情的感覺 只不過有濕紙巾 當然 但你會聽到,以往那些人 可能是你離開他 你做主動的,你做主事 甚至你完結那段關係都由你做主事 這個好像是由她開始 慢慢來 慢慢來 現在她去到有濕紙巾 那個濕紙巾就是由生活開始 濕紙巾給你 然後呢? 會有時看見我 比較嫩 她會幫我整理 即是覺得她有一種 言良索得的那種感覺 好像四事遲語 言良索得很重要 一個男人被一個女人吸引 男人就是財華 女人就是照顧 照顧 就打動了你的心 女人一被照顧 男人一被照顧 那種就走開了 然後呢? 然後呢? 原本這樣也好 其實分手很突然 我自己覺得是沒有預警 是她要分手? 是的,她自己要分手 你有沒有蛛絲馬跡? 其實是有善兆的 但是只有一次 我當時覺得我沒有什麼 是什麼呢? 你這樣說她好像有個未婚夫 說來聽聽 就是有一次 我當時沒有工作 因為疫情關係 我那個行業受到影響 我自己本身就沒有收入 那我自己就 就是跟她 很少外出去吃飯 就是跟她有什麼娛樂 那我就沒有跟她說 我有經濟上的困難 所以就沒有做這些事情 然後她就跟我說 就說 你不覺得我們現在好像 拍了很久的情侶 那樣嗎? 就是可能一星期出 一兩次 甚至乎有一次 可能是來我家 就是不會出去吃飯 有其他的娛樂 就是她就這樣說 那你自己怎麼剃她 這句話 這個端藝呢? 還是當刻 對不起當刻 我完全不知道 當刻我就 覺得沒什麼 我就跟她說了 一星期一兩次 見一兩次 都有跟她看電影 都不夠 這樣回答她 但是之後她就 對不起 我也想跟你聊聊天 突然間在這刻 如果你真的這樣表態 我就覺得 可能她會剔錯 剔錯是什麼? 她剛才那種投訴 可能真的因為大家 在交友App 那裡認識 她真的以為你這麼快 就對她冷淡 這麼快已經覺得她不新鮮 所以她跟你投訴 誰知道你的答案 都是這麼麻煩的答案 我已經有跟你看電影了 可能她誤解的話 真的會誤解 這條仔 真是當我不新鮮 冷卻了 但她不知道原來你有苦衷 不過我覺得 她有什麼苦衷 但這種關係 你不覺得 在我們成長裡面 經常都有這個錯誤嗎? 其實就是沒有錢 然後就回家叫你去看電視 但其實又不敢說 我有經濟壓力 以往我們吵架 都試過很多次 因為這樣 這種不夠錢 在我們的節目 好像不是第一次聽 還是哪裏聽過一次 經常都有 我自己都有 過多兩年 劉德華都說的 那種不夠錢 是會令到那些男人 什麼都不做 然後就以為是節省了 但其實你不夠錢 是可以做一些不用錢的方法 表示可以 沒錯 這就要你覺得 講感受演員 講這種就是你講 例如 例如 你打電話給他 如果你真的 每晚都打電話給他 每晚都跟他聊電話 用他出去看電影嗎? 就是這樣 或者你可以 你想想 聊電話 辛苦很多 或者你自己 跟他一起接雜誌花 如果你一個禮拜見他兩天 另外三天 都是接紙殼的 你去哪裏? 接紙殼 一手一手 哇! 直接好像在泰國 那些小朋友拿出來的 真的 夏威夷那些 或者夏威夷 下機房 那他就未必有這個誤解 這個又是 Jack 你也不成熟 我有個朋友 他都說他曾經有經濟壓力的時候 他經常約一個女朋友行山 是啊 我現在也有經濟壓力 全灣 全灣走上大霧山 喝完茶 回來 你想想想 以前我們最窮 現在你不會 我們以前中學的時候 哪有錢的 又沒有地方走 又沒有地方花錢 做什麼? 就把彌敦道走了一次 不要疾 彌敦道走了一次 走到尼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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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想走 回到尼敦道 回憶 通常發生的是什麼 接個女朋友補習放學 是啊 最厲害的時候 我還找了一條街 那時候說 不如這樣吧 我們經常沒有地方走 走到尼敦道 不如我們找一條街 走到尼敦道 一走到尼敦道 青山 你不生氣 你有沒有做這些 沒有啦 其實是呀 沒有 不知道是不夠喜歡 不是 你夠喜歡的 我先說 只不過由始至終 我懷疑 你看看對不對 你根本都沒有試過 跟一個女生拍長拖 沒錯 是啊 你不知道 所以剛才聖公子說的話 你是不會在你那個 那個儲備裡面 知道嗎 我想到嗎 因為我沒有拍過拖 因為那個時候沒有拖拍 你沒有玩過 你只是拍拖 我簡直沒有拖拍 我經常坐在那裡想 如果有個女朋友的話 我一定跟她走到尼敦道 所以她心中知道 儲備很多 但沒得花 現在過了一點給你 過了一點也嚇死你 幸好我們有些儲備 我們也有得花 你想想 我小時候 我無恥到 那個女生住柴灣 我說不如我們坐電車 去到沙基灣 我們再轉車 搭足半天 你想想 你跑馬地 搭到沙基灣 我想你現在太容易得到女生 你以往也是太容易得到 而且這個 你第一次被照過 然後你現在有一點 是那種叫什麼 是 是不是叫做 試過一下溫柔 然後又發覺自己留不住 然後有一點 先說你的缺點 你的缺點就是一定要改過 你要重新想一下怎樣追一個女生 就是你以往根本就不需要追 約了一個人出來 對話 那個人又對話 孝婆遇著知婚客 好像剛才我問你怎樣追女生 很簡單 聊兩聊 還可以笑一笑 那就搞定了 對於我來說 怎麼會這樣 我那時候就要讀計劃 寫詩 有攻略的 有攻略 想想怎樣喝雞尾酒 大過喝雞尾酒 顯示一下自己的常識 不懂都要懂得說 就是 萬七種方法 在這裏不斷想 不斷想 左腳先右腳先 都想一頓 真的 你一次都沒有想過 因為所有女生都差不多黏起來 那你怎麼會追女生呢 而且我覺得你是 簡直不懂跟女生溝通 是的 好了 我們很快就拍完 因為我們三個不停罵你 你都只是講到 阿聖回來真的跟我們投訴 喂 有這麼久封熬 再有這麼久知道 原因很簡單 你的風流這麼久 現在遇上一個好女生 你就不會追 對嗎 我們會罵醒你 下一節再聽聽你 說得不適合 追罵的 等我們一陣子 等我們一陣子 等一陣子 等一陣子 說得不適合 說得不適合 拉住大家 先讓阿聖說 對 你覺得他有沒有誤解你 我自己覺得 我現在還是有疑 可能如果我真的超級喜歡他 或者當初我會想很多事情 為他做 可能又是因為我經驗不夠 所以就不馬上去哄女生開心 好 我先去問你 我先抓住你這句話 如果我不是超級喜歡他 那你不太喜歡他 你這個電話打來想怎樣 對 對 我是分手後 就開始發覺 很掛念他 沒有了他 哇 還要去到這麼高 那我先回到分手 他投訴後 剛才都在說 那是怎樣分手 即是他非你 他怎樣突然非你 其實 這件事 講完之後 大家都沒有什麼 然後 那幾天之後 他就去了他的朋友家 他就跟我說 就是聊天 那些 就是三個女生在一起 之後 他正常 他都會有點交代 但可能那天去到 一兩點 就是兩三個小時 沒有回覆我 之後我就問他 為什麼你 還沒有WhatsApp我 你過夜還是怎樣 之後他又不回覆我 然後我再問幾問 然後他才說 我現在 剛剛洗完澡 但是他 本身那些IG 那些東西都發佈了 但是他又沒有回覆我 之後我就 說他這樣 就是說他幾句 然後他就開始 爆出來 他就說 其實你覺得 你很Care我 其實你表現出來 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這樣 就是 說我的不是 這樣 就是 就是數了剛才那些 就是 你不出街 沒有想同他的生活 其中一樣 還有一件事 就是 因為他生日 但是 我就 跟公司 就是那時候 開始上班 就跟公司 說了 但是那天 就拿不到家 跟他慶祝他 靜日的生日 這樣 然後他就 因為這件事 很生氣 然後他就 說了這件事 我就說 因為這樣 所以就 覺得我不在乎他 哦 生日那天 就存在了 就不只是那天 應該他都 抑鬱了很久 一來我認同劉雄 說是存在了 第二來 你說那麼久 你們都拍了幾個月 你們這段愛情的第一次 正日生日 你都搞不定 你有多厲害的 是啊 你不要以為 我們過三年 或者六年 你第一次的生日 你都搞不定 我女生怎麼會不生氣 我就在這個電話 我不用是那個女生 我也感覺到 那個所謂的熱情 就是退卻 是啊 很冷淡 你覺得自己熱情 對卻 只是真的不認識呢 我自己覺得 兩樣都有少少 但是 我自己跟朋友說 就是 我們 就是那時候我自己 沒有什麼 我就會覺得 就是我跟我女朋友 好像老夫老妻 沒有什麼 幾個月就老夫老妻 三個月就老夫老妻 我想問 之前 因為有一個很重要的 剛剛都說過了 你會不會是 因為被人飛 所以掛念 我想問 以前那些女生 飛你多 還是你飛人多 有沒有試過是這樣的 有試過被人飛 都試過 我沒有飛 就是被人飛 都沒有試過這樣的 會員不開心 但是沒有試過不開心 那麼久 一定是這個狀態 都喜歡漂亮的 都喜歡他的 應該是吧 因為以前 你沒試過被人飛 就沒辦法 如果試過被人飛 那個感覺 都沒有試過那麼深 但是打者有一樣 我真的好分享一下 不知道為什麼被人飛 你特別喜歡那個人 特別喜歡那個人 特別喜歡 是正常的 但相對之下 這個 我其實 Coo Bo 都做了很多事情 我有試過想過 去他樓下 可能每天都在等他 等一下 我還想過 對 你想了有沒有做的 有做過一次 有做過一次 有做過一次? 每天去等他做一次 意思是怎樣 你先聽我看 生氣了 不是 你說吧 那就是 買了一些東西 給他 可能一些蛋糕 然後呢 給他在他樓下 等他 可能等到 可能1點多 然後 他跟我說 你再這樣做的話 我會不會反感 他不會反感 沒有反感 然後我就 你就不做了 其實我是想著 之後都 每天在等他 但是我 之後我跟朋友 說回來 那些朋友都跟我說 會令到女生很反感 你叫那些朋友去死吧 從小到大都聽說 女人說不好就是好 那不是的 未必的 你起碼都試三次 是不是這樣說 他說不好 你起碼都試三次 直到他起碼跟你說一句 報警 你再來我報警 你才跟朋友說 不過 我覺得有一件事就是這樣 就算你用同一招 也好 都有一些 你做的時候 會令到人覺得有好感 還有令到人反感 但比如 你買了一些東西 在下面 他一出來就 我等你 我等你 他當然會討厭你 你默默在他樓下等你 然後等了半夜 到凌晨三四點 拍照 先回家 翌日凌晨三四點 拍照 不搞他 不煩他的 他不會罵你的 是啊 我就是這樣 發照給他 我也不行 是啊 我就是怕他反感 所以我沒有再繼續 試了幾萬 試了幾萬 一萬 哇 大哥真是生氣了 你只要做一晚 為什麼你會說 我有做的 一萬 三萬 至少幾萬 但是整個過程裏面 真的 可能你以前 混合得很容易 你一點都不浪漫 你只想別人跟你在一起 你沒有想過 究竟對方想看到些什麼 你以為在樓下大曬嗎 還要一晚 不是啊 重點是一晚 如果你說你那天晚上拿的 不是一個蛋糕 是你曾經跟他吃過 在大澳裡面的 什麼辣魚蛋 我專程買那個回來 是因為那時候你說過 喜歡吃背後有件故事的話 我也覺得可以動容一下 大佬 如果你就這樣 很可能他沒有 我想問那個女生 進到茶餐廳 是叫什麼飲品的呢 熱華田 哦 OK 所以如果 就著這杯熱華田開始的話 我想會有一點點不同 是 你想想 但因為我自己本身 也有聽到一些深厚的節目 有時候聽眾 打電話 他們扭到那些 就是那些 最終都是失敗 其實我是理性上 一損失了 不繼續這樣做 人形的方法不同 你只聽他的節目 你喜歡你的人生嗎 最慘的是 最慘的是 你以為只聽大哥的節目 你就可以理解愛情 人生只有三個女孩 我想告訴你 你的分別是什麼呢 如果人家死女兒是不行的 就真的有些是不行的 因為一看那個人 就是癡心成長劍 越女兒 你越討厭他 你不同 你只有三個月時間 而對方覺得你 喂 我跟你拍拖三個月 你就當我好像老夫老妻一樣 那個情況是 他就是覺得你不在乎 當然我不是說 你如果每晚都在那邊等 等一個星期之後 他會喜歡 他真的可能報警都不頂 但起碼有一樣東西 就是 你可以將他對你所看的方法 改觀了先 你跟其他人不同 其他人那些不行 因為他們癡心成長劍 不要搞了你 你不是 你要我半話醒你 首先你知道 有些人是死女兒可以 有些人是死女兒是不行 但你在那種 你知不知道你是什麼 你都沒有試過死女兒 你怎知道你行不行 一晚不算死女兒過 如果你死女兒之後 都真的不行的話 那就不行 那就死女兒不適合你 不奇怪 因為我們都不知道 那個女生是誰 這個很重要 但在你的情況 那天已經不斷網絡 說 你不要再這樣做 再這樣做 他會很煩 他這樣說 OK 我給你吧 我當是這樣 我當是這樣 我當他女生很討厭 不是怎樣 但我覺得我都試多次 哈哈哈哈 不是啊 試多次 你可以換別的東西 是吧 就像剛才阿大哥說 自己在IG那裡拍了一張照片 現在最喜歡看什麼 看Story 是吧 其實我有 我也有的 你有做這些 我在IG那裡開了個帳戶 記錄下每天 怎樣想念他 但都不動用 也不動用 是的 近上個月 就發了這個帳戶 給他看 我想問 他會不會已經認識了另一個呢 他說 是 哦 如果認識了另一個 然後一時間 他又感覺到你三個月 你想想 其實你不是一件好事 你三個月就已經要這樣挽留 你想想 其實如果在感情上 你是處理得很差 還有你是不應該被愛的 也不關 不是 你想想大哥 三個月而已 不是 你可以令到對方這麼討厭你 我要減輕他心裡的痛楚 第一件事不是你做錯事 因為你怎樣做都沒有意思 因為他認識了一個新的 一個 他就是 他很認識 他很不一樣 他很認識